所以你可以看到 倩姐你怎麼看 因為中國大陸駐法大使 盧沙也不斷提醒 中法關係 從當年的毛澤東 戴高樂 這老一輩領導人 不斷地培育 現在中法也可以在 核能 高鐵 航太 農業 食品 醫療這些合作 其實當年法國的時候 八國聯軍他有參與 包括德國 英國 法國 通通都有參加八國聯軍 但是現在可以看得出來 歐洲開始有一些自主的聲音 法國是很重要 尤其歐盟的外交首長 波瑞爾也提到 中國大陸已經崛起成超級大國 美國已經失去了 全球霸主的地位 當然馬克宏在此時此刻 一定有他的強國夢與大國夢 剛才亮哥講了 今年有巴黎的奧運 但是之前還有重要的 歐盟會議 然後有北歐的 北約可能換人 所以這些都是一些 非常重大的歷史拐點 那我們回頭去看 我們先從剛剛講的 戴高樂那個時期來講 因為盧莎也特別講是 戴高樂與毛澤東建交那個時候 我回頭去看了一下 戴高樂在建交的時候 一個重要的講話 因為他是西方大國中間 第一個跟中國大陸建交的 所以他在那個講話中間 我其實講 我覺得他講的是很完整 他先說了法國的價值 同時他講了 蔣介石將軍在二戰的時候的功勞 然後再接著就他更明白的就講了 海峽兩岸的分治的狀況 然後中國大陸在建政以後 所面對的挑戰 所以他最後特別跟大家說呢 我們現在要建交 不是我們同意對方的制度 而是我們承認現狀 並且強調 法國的價值是自由平等博愛 我們把這兩個拿起來說 承認現狀 然後在這個自由平等博愛中間的平等 其實就是和平共處五原則裡面的 核心精神 也是現在習近平主席的 全球三個倡議中間的 很重要的精神 就是你互不干涉尊重對方 然後以平等互相對待 也是孫秋山先生最早的一個倡議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呢 我們往前看有很多的可能性 往後看呢 我就簡單的說一下 有三個非常曲折的這個歷史 第一個還不是八國聯軍 在18多幾年的時候呢 在應該是1832年 1847年 1850年 70年 法國作為一個全世界的海權大國 尤其是他準備殖民這個中南半島 中南半島是叫做印度之那 那在殖民中南半島跟越南的這些 很多的軍事行動中間 跟中國是有衝突的 所以跟當時的清廷包含了唐錦松 劉永福在越南的大戰 以及他後來在越南失利以後就 反手來要去攻取台灣 就基隆淡水甚至越煤的這些大戰 一直一直打到後來才在1818打了10個月到188384年的時候 就打了很久以後最後才失敗從基隆跟澎湖撤軍 所以他跟我們的歷史第一個是由這個他在做殖民國家海權國家時候的交界交手 第二個當然就是八國聯軍 後來的庚子賠款法國的這一筆錢有一部分拿來支持勤工儉學的學生 以及在法國蓋了中法大學 那勤工儉學勤工儉學可是對於中國大陸的尤其是共產黨歷史來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時期 因為當時的很多重要的領袖尤其是湖南四川的領袖像周恩來 鄧小平 陳毅 蔡和森 前面幾個我們很熟後面就沒有那麼熟 像向寧宇 李立三 李富春等等都是後來中國大陸共產黨的主要領袖 並且第一個少年的共產黨是在巴黎成立了 所以前段日子傅高義有一本書叫做鄧小平改變中國的時候 他特別講了就是中共的精英高層裡面很多都是在法國 禁營了那個法國從那個整個的人權 自由 民主這些 還有這個無政府主義還有左派主義的那些禁營都是在法國 所以跟中國大陸的發展是非常密切 接下來你要看的話我們還有一段時間的歷史的交會 就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我們在劃十一段的那個U形線去收復那些島嶼 在上面放界島就是我們的這個領海基線的這個界碑的那段時候呢 我們跟法國前後其實就差幾個禮拜 因為之前法國借著越南也奪取了非常多南海諸島 在上面也有建立它的法國的界碑 所以說到後來我們在做這個整個U形線的這個過程中間 其實兩邊差的時間非常非常的短 如果中華民國政府當時晚了幾個禮拜的話 那些島可能就變成法國的 那我們現在也就沒有U形線 沒有十一段線沒有九段線可以來捍衛 所以這是第三次 那現在要講的是現在 對於中國大陸來講呢 它事實上是需要一個在除了一帶一路等等的地緣經濟 這些非常的順利的推動以外 它需要一個在地緣政治上在老牌強國中間 能夠跟美國分庭抗禮的力量 美國講的是自由民主法治人權 那法國講的是自由平等博愛 剛剛特別凸顯了這個平等的 以平等對待的這個可能性 所以只要法國願意扮演一個比較中間的角色 那在老牌強國中間大陸就有一個支點 那這個支點曾經陸陸續續 原來是英國想要扮演 在金融那個時代說是黃金十年 第一個人民幣的債券都是在倫敦發的 可是英國放棄了 第二個可能就是德國 因為在梅克爾時代 梅克爾願意做整個中歐的投資協定 但是梅克爾的時間不夠 所以它沒有完成 所以英國放棄了 德國放棄了 那麼在老牌強國中間 如果法國願意承擔這個角色的話 那就在中國大陸所帶領的新興國家 以及全球南方跟老牌強國中間 就有一個比較好的橋樑跟紐帶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可能性 那這個可能性這次的出訪當然就精彩了 因為它在歐盟裡面 中國大陸最好的朋友是Sylvia跟匈牙利 那如果這一次加上了法國 據說可能有彩蛋 不是說 據說可能這個蕭茲也可能去 馮德萊恩也可能去 可能變成一個四方 但是如果真的是四方 一定是事先講好 不可能用突襲式的吧 所以說無論如何呢 至少它在整個的歐盟裡面 就有三個抓手 那再加上原來在北約裡面的土耳其 相對獨立的第四個抓手 那麼中國大陸跟歐洲的關係呢 就有望可以不完全依著美國的劇本走 我覺得擺脫美國的影響力是不可能 但是完全依著美國的劇本走 可能對歐洲並不是最有利的 譬如說現在北歐 北約史托騰伯格說 需要去募一千億 五年給俄烏戰爭 天啊 五年耶 五年要募一千億 那你要叫歐洲的所有的國家 就是北約所有的國家 去做這樣的戰爭預備跟戰爭的持續 當然對於歐洲是極為不利的 所以這一次的非常重要的國際訪問呢 也可能是我們在戰爭與和平中間 尤其是在全世界地緣政治的平衡中間 一個非常重要的機遇 那這個機遇裡頭 就是把中國大陸所主導的地緣經濟的關係 跟仍舊大量的在美國跟老牌強國手中的 地緣政治的主導性呢 能夠有一個藉法國而做連接的可能性 那這個可能性對於我們世界上的人民來說 尤其是對亞洲的人民來說 因為我們想要遠離戰爭 會是一個極好的消息 倩姐剛才那一段非常的精彩 從歷史到現在 可以看到中國大陸跟法國 可以做的事情太多太多 那也希望說中法或者是中歐的關係好的話 對世界來講格局也會更加的穩當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張若瑜 你知道肌膚年齡可以自己決定嗎 25歲之後 招元蛋白流失速度將大於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臉 吃的保養最重要 皮膚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麗來自於內在 十幾年德國專利招元蛋白生態 快點購 全台獨家販售 德國專利原料進口 成分天然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兩千巴爾噸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屬 西藥檢驗 SGS檢測 全過關 品質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Verisol女神專用膠原蛋白 無論你是想維持肌膚Q彈 甚至產後補充都十分推薦 在這裡想告訴大家 這不是藥 保養習慣就要從現在開始 90天青春有感計劃 擁有彈性美肌 超級Easy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賞有更多的額外優惠折扣喔 輸入推薦代碼 前廷 noi不見了 Gothic 蘋 complain 中共 站